哈喽大家好,我是Sue,今天介绍我们的全荒零二,欢迎在加零七版的时空对待你说,这场比赛来自于平安定期,高手战天成和帽仔,双方的玩法三文随机,来一场抢分之战。 好的,开场战天成,选出了安迪对抗对面的雅典娜。 好,雅典娜在零二里面速度非常快,还有一招隐藤大招可以回血。 在残血的时候有很大几率让他翻盘啊,咱们看安迪能不能扛得住。 安迪现在已经被打到半血以下了,后面雅典娜再次发到,哎呀,打击头打一个反射位。 雅典娜这个闪身直接被打中,其实战天成早有预谋啊。 落地BC取消联技,最后点一个隐藏大招相当完美。 其实这个隐藏大招非常秀,但是掉血量非常的小,不太实用。 你看这么一点血也没拿下雅典娜。 现在雅典娜这一点血能浪得起来吗? 他也能,哦,一个出其不意的一招啊,直接怼到了对手。 接着看下一局。 下一局看茂仔的琢磨出手。 琢磨发动机弓。 快速压住起身开BC,飞翔角龙虎浪超。 好,战天成安迪基本没了。 现在看战天成的K49出场。 K49也是一个小boss一样的存在啊,非常之强。 当年的话,出场率非常高。 哎,好的,在当年的游戏厅,有很长一段时间,有K49热了。 对,很多玩家都必选K49。 就因为他这一招无功手。 在当年游戏厅的话,很多玩家都是不怎么会连招啊,这个无功手无脑的怼过去就可以了。 哎,感觉会一招无功手就非常无敌了。 咱们周末在找机会,哎,空中一个阳光普照,但是被防下来了。 防下来之后,快速龙虎乱雾接入,又是一把超杀耶。 帽仔的防御做得非常棒啊。 好的,来看K49,又烧他一下。 又有阳光普照这一下,防不住了,血量不多了,两次阳光普照收掉。 其实这一招全凭攻击,利用连续的影子闪身也是可以闪过去的。 来看帽仔的,维斯。 好的,维斯也属于一个超传投机角色啊,他有投机的。 闪身,哎哟。 他是一直想投,都投不到。 一脚BC。 好,哎,K49,哎,想拉开安全身位。 但是K49还是急躁了。 这一急躁,啊,就被抓住了。 一急躁,这就来到东帐了。 东帐能不能收掉这个威斯呢? 看一看,清泉两点开BC,哎,打击都来了。 以占天城的稳定性,这一套带走应该是不奇怪的,只要他不失误。 连续的不断取消,不断取消,不断取消,跟入黄金角。 带走。 占天城拿下了首分呢。 好的,咱们接着来看第二局。 第二局的话,帽仔能随机到谁? 随机的话,随机成分对实力要求比较高。 因为你也不知道能随机到哪个角色。 你必须被对每个角色都是了解的非常深才可以啊。 好的,这一局,哎,圣龙取消BC。 用圣龙开BC的取消方法,可以,对,取消掉圣龙的这招硬直。 非常实用。 因为这个版本,圣龙或者是千云都是可以开BC的。 葵花也开,开BC。 对,就是这样。 但是好像有点失误没有抓住。 我们看亚典娜,下盘掏BC,123-5678,一个超能力啊。 亚典娜为什么是SNK的亲女儿呢? 因为她的约服太多啊。 一开大招,各种换衣服。 好,空头。 现在八神在角落是瑟瑟发抖啊,反身会继续下C。 感觉帽仔总喜欢掏着一招下C啊,八神只要防好就问题不大。 哎呀,这一次没有打到,她这个BC是取消不掉了,只有打到对手才可以用BC取消掉招式。 现在来看战天城的K49,啊这个K,老K啊。 有点串了,有点串了,和黄剑,和黄剑,反身为两点开BC,123-5678,超能力隐藏。 这招可以最后有两个形态,对,也可以用美女炸他一下,也可以变身女神来回血。 帽仔明显是想打一个持久战进行了回血。 其实刚才那个血量用女神炸他一下也是可以的,三个女神。 后面K,哦,下C怼波,跳地压住,反身为闪现。 好犀利的招式啊,速度好快。 圣龙OBC来了,圣龙反身为接壁杀扔眼镜。 这次应该是带不走吧,这个血量,来看能不能带走。 哎,最后一下带走,还有一点血。 其实伤害修正掉了,最后K也蒙了,好吧。 伤害修正了,在原版的话指定可以带走。 第三个回合,那战天成最后一个角色。 好的,战天成的温妮莎。 穿三应该是不可能的,温妮莎只要小小能一发力,就可以拿下这个雅典娜。 哎,跳来跳去,直接被勾一圈。 KO掉雅典娜之后来到下一局。 下一局,看帽仔的安静儿啊。 好,也是一个比较皮的角色安静儿。 现在一个闪现。 好,跳入压住。 好,我还想再来逆项。 其实安静儿的招式变幻莫测也是比较难玩的,他有很多的UC连,也就是那种派生的连击。 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是很难玩好这个安静儿的。 压不住,好,压住了。 开BC,不断的取消循环。 这是在原版之中安静儿比较难玩,在一期版本里面。 对,BC讲话以后,就没那么难了,其实。 好的,现在比分来到了一比一啊。 帽仔也是找回了自信。 接着看第三局。 这局的话,战天城又有K。 还有夏二米啊。 看到这个夏二米就要想到他会不会和对手赌命。 来看战天城,还会不会扮演避雷针的角色。 其实赛斯没有使用架招刚才,没有反应过来。 空了,清拳点杀开BC,赛斯抓到一波机会,截比杀踢一踢。 很强的一招啊,最后再跟住一下,要快速压住。 这原则只剩下一点点血了,也是残血状态。 但是他还是抓不到任何机会。 这个角色用好的话,自然就强。 用不好的话,你看,骑手都是很困难的。 第二个回合,蚊子杀蚊子。 勾拳,摆拳,大招。 幻兔水,勾。 帽仔准备用这种快而狠的招式吗? 求生欲很强。 哦,又一个摆拳,勾拳,再次接大。 简单暴力,掉血还不少。 好,继续闪过去,压住,起身,闪现,压住,起身,塞地,压。 勾拳,摆拳,你像。 哦,差点被确认哦。 赛斯会不会突如其来的使用他的隐藏大招来搞乱对手呢? 好,来了,真的实用了。 果然不出我所料。 刚才跳来跳去就为这一招做准备。 现在温妮莎方向一反,但是他是,哎呀,哎呀。 这个温妮莎很犀利啊。 你看,方向反了,他还能这样打。 看来帽仔也是专门的练我。 哦呀,最后挨了一脚。 啊,最后这一脚,神的一脚啊。 还是拿下了对手。 现在看帽仔的马克西马,没想到最后这一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啊。 清拳点他。 好,大破展示。 这个马克西马防住了啊,开BC跳入。 哎,马克西马其实还可以再浪一波。 对,现在这个血量,直接怼就是了。 他还是被队友压住了。 不找机会,主动进攻是完全不行的。 可能还会中队队。 好,清拳两点带走了。 赛斯应该又在找机会,使用他的隐藏大招搞乱对手啊。 现在来到战天成的K。 老K。 老K清拳点一个火球。 最后前一手开BC,熬一个生龙取消。 火球踢,火球踢。 好的,只要这个身为正确,哎,哎,刚说完要身为正确,这就失误了。 马克西马残血。 马克西马再找机会。 好像机会不多了,再跟一个轻攻击就摆一摆,哎呀,大招。 哦,这个大招漂亮,速度超快。 后面再大破展示压住起来中断开BC,来了。 清拳两点快速木鸭接超必杀。 三连顶。 这个三连顶伤害很高的,直接顶死了。 残血翻盘啊,这一局打的也是超流。 好像马克西马是专门练过铁头弓棒。 就是看战天成的夏尔米来了。 感觉这一次没有赌命的机会了,对手一点点血了。 再踢他一脚就结束了,真的踢了一脚啊。 好的,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。 战天成拿到了赛点啊,率先拿到了赛点。 他能不能三比一拿住帽仔呢,来看一看。 这局战天成,有一个李草啊。 哦,这个李草可是战天成的主力啊。 你看,清角快速点BC,速度很快。 我们来看跳中的再得压一个清队,对手还闪。 好,来了,一个跳中的清队开始起手,开BC。 一个贼,一个贼,一个贼,七个赶上天,接大招地招。 好的,大摄地之后,再次压一下啊。 压一下,开BC强开,压到李梅是喘不过气来。 李梅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。 哎,他试图要考虑换一换身位。 哦,他试图跳入在上方啊。 这一看下一局,没想到还是被战天成给怼了下来。 下一局,帽仔的李草,都有李草这一局。 哦,好的,CD,哪有落,哎呀,清腿压住又开BC了,哎呀,帽仔太不小心了。 其实无许该上天超杀那场地,取消再来一次。 后面帽仔只剩下一点点血,感觉已经扛不住了,很难再扛住。 战天成,只需要再小小的一实力,他就没有了。 你看啊,一个轻攻击,其实轻攻击还是破招神技啊。 对手如果跳重攻击的话,你这个轻攻击身位勾好,可以破掉的。 CD也可以给他破掉。 拳皇中的轻攻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,必须要练。 轻腿两点,一个贼,哎呀,失误。 哦,反而被尤里反打一套啊。 后面战天成,好,压住,散开BC,对手反正我又来一套,带走了。 穿三是不可能的,穿三是不存在的。 现在看战天成下一个人。 战天成的安迪,啊,这个颜色真的是够劲儿啊,好绿。 一个BC再开过去,爆打安迪。 好,压住。 哦,倾对一点,哎呀,安迪又要使用隐藏大招来打击对手了吗? 中间双BC中断,把这一套取消完,直接打出一个隐藏大招顶。 战天成他是不管伤害的,就是要秀。 哎,你看一不小心又中招了,大招上,带走。 游历的这个小身材,总是,对,蕴含着这么高的爆发力,在983里面也是这样,这个游历,就是高爆发。 哎呀,直接莫奖,带走。 你们无解了,大家来不关注,订阅,每天更新,期待对视频。